歡迎收看小醫生回家 要有好的身體就要有好的睡眠 而影響我們睡眠最重要的就是 媽媽們婆婆們 通常為了要讓自己的睡覺 品質可以睡得好 就會買很多的枕頭 今天我們現場就看到非常多的枕頭 我們先請資均為我們來分享一下 你是不是也曾經為了選枕頭 非常煩惱過 對 其實我很喜歡睡那種高的枕頭 而且很軟那種的 然後因為我常常會覺得落枕 就不舒服 我就人家建議我換低一點 後來我就換類似像現在這個 乳膠枕 對 而且我後來不是 我有說過我頸椎有受傷過嗎 就是有壓到神經 那醫生是建議我說 盡量要讓頸椎有的依靠 就是不能全空 對 然後後來我就選擇類似這樣子的 那並沒有告訴我說要選擇哪一樣 所以我到現在還在糾結 哪一種對我的頸椎是最好 對 其實是健康的人 像是殷琦 妳自己選枕頭其實也都會 到底舒不舒服好不好睡 都會考慮很多 我覺得選枕頭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因為我們就不知道 怎麼樣比較好 所以我就會開始 就是變成說幾個月換一次 一開始睡硬的 然後可是剛開始在那邊試的時候 覺得好像還不錯 可是買回家以後睡了一個月 不到一兩個月就覺得 會落枕 或者肩頸這邊會痠痛 然後就想說好吧 然後譬如說問朋友 下午茶分享的時候 他就說軟的還是怎麼樣哪裡 然後我就再去試 再去買 然後好像又還不錯 可是我覺得有時候睡 就是有時候無法 就是深層的睡下去 你就即便你睡了超過八個小時 你醒來以後還是覺得好累喔 所以我就覺得 就是很難選到一個 適合自己的整個 雖然我們幾個月就換一個 幾個月就換一次 這樣勞民傷財 可是問題是我的睡眠品質很差 所以我就希望說今天可以得救 而且整個除了高低軟硬之外 材質也是很重要的對不對 所以維針其實可以剛才提到的 資君提到的落枕 很多人其實都在說 喔我落枕了 其實最重要就是枕頭沒有選 對 的確 像落枕其實是最常見的 因為睡眠而引起的一個不適喔 我們常說落枕落枕 到底比較常傷到的是哪幾條肌肉 那像其實最常見的落枕的肌肉呢 其實包含了踢肩胛肌 和上斜方肌 也就是途中的這兩條 那它是比較在我們的後邊 還有側面的這個部分肌肉 那另外也有一些人落枕的經驗是 我覺得前側這一條 好像也會緊緊痛痛的 那它就是我們的那個胸鎖乳突肌 這幾條是比較常見的落枕的肌肉 那究竟為什麼會造成落枕呢 對 主要原因是什麼 對 其實主要原因有兩大類 第一個就是因為 其實有可能是因為我們睡眠的時候 枕頭可能太硬 軟硬度 軟硬度不適 或者是說它的高度不適 所以會造成說 我們睡覺的時候可能 某一側的頸部是偏雨太過拉長 那另外一側它是過度縮短的姿勢 所以你看整個晚上這樣下來 對 我有聽說是不是睡比較沉的人 他比較容易 因為他其實根本就沒有動 所以他就一直維持那個姿勢很久 對 而且尤其是維持錯誤的姿勢太久 對 所以會造成這樣的狀況 那另外還有一個原因可能是因為就是 也是因為枕頭的一個 枕頭可能選擇不當 然後再加上姿勢錯誤 所以導致說我們頸椎旁邊的那個小面關節 他受到了一個夾擠 然後夾擠到我們的韌帶 所以說有時候一起來 會覺得說好像突然一個動作 落枕了 所以它是其實你是突然的動作造成的 對 可能有時候起床的時候突然的動作 但那也是因為整個晚上的睡眠的一個 姿勢的錯誤 對 其實我們一般人就像剛才呢 這個殷琦跟子群講的 枕頭一個換過一個 身邊上的枕頭選擇時代太多了對不對 像通常我們會選的這種比較軟的 因為有些人喜歡睡很軟 覺得到飯店去好舒服 軟的 超舒服 可是你太軟了 它雖然很經濟實惠 可是它睡久了就整個扁掉 根本就已經再也不軟了 因為它已經整個都沒有那個彈性 那羽絨枕呢 它是很輕柔 也很舒適 也很蓬鬆 可是它可能會長菌 其實我們在這邊有看到這個 雖然它這個市面上會有所謂的這個 抗菌枕頭 但是用久了多噁心啊 對 那也是很恐怖 還是會黃黃的對不對 那記憶枕就是這個 可能最近後來選的 這種乳膠式的 它雖然是乳膠或是這個矽膠做的 很扎實 但是呢 根據它的這個 會有硬化的問題 所以這個市面上枕頭有這麼多種 我們就要來問一下 這個不知道 子君你們家是用哪一種的 我啊 我現在是用的是這種 有膠疹 對 我早期是用類似這樣子 然後再更高一點 而且越軟越好 可是我發現睡久了 好像常常會覺得落枕 然後人家就建議我用低一點的 所以我後來現在就用這種 可是自從我頸椎受傷之後 醫生就告訴我說 你最好要讓你的這個中間 頸椎不能懸空 要有一個支撐 所以我還在一直在 尋尋覓覓找那個 最適合我的枕頭 妳睡這個枕頭 有覺得它有哪裡比較不適合 就是有支撐 可是很奇怪是睡著睡著 就會怎麼越睡越低 越睡越低 就是 它會跑掉嗎 我的那個材質好像 跟這個又不太一樣 會比較再軟一點 所以睡久了它就有點塌掉了 對 甚至我到最後 我還會拿一條小毛巾 放在這裡 也太麻煩了吧 睡成都還要給毛巾 可是妳要想我那個毛巾 我有時候睡覺會動一下 跑掉 對 所以我到現在還找不到 我的愛人 適合我的 菱姐說妳也一直在尋覓中 所以那三個我其實都試過 然後所以我現在用的是那種記憶的 然後它就可以就是 依他們說可以就是調整我的那個 因為我以前喜歡睡軟的 可是睡軟的以後 我聽說就是這脖子 如果沒有支撐力的話 會受傷 為什麼天啊 我只是睡個覺也要受傷 也太可憐了吧 然後我就改就是其他的 每一種就是默默這樣試 維珍妳自己呢 我還滿好奇 你們專家要用什麼枕頭 其實 因為其實我個人 沒有什麼睡眠的問題 所以在枕頭 我雖然是很好睡的人 可是其實臨床上 如果病人問我這個問題的話 其實我們都會跟他們說 因為啊其實我們說枕頭枕頭 好像它只是讓頭放的地方 但其實很大很大一個重點 是你的脖子 對 很多人都 一開始都忽略了這一塊 那這邊稍微跟大家提一下說 其實 不同睡姿的人 也需要在挑選枕頭上面 要有不一樣的注意的點 對 跟睡覺姿勢有關係 對 那像說如果你是比較喜歡 用趴睡的觀眾的話 那其實在枕頭的高度上面 就不建議選擇想太高的 對 因為一來的話 你的頭部會過度的厚勤 所以如果高度太高的話 那這樣子睡 就是整個晚上睡下來 你的脖子可能也會造成 很痠 對 會不舒服 那如果說一般比較常見的 其實應該還是偏向平躺 羊睡 對 或是側睡 那像這種 這兩種睡姿的觀眾的話 其實就 在枕頭的選擇上面 不建議太低 過低或過高 其實基本上 你只要躺下去的感覺 你的頭 是沒有一個後傾或前傾的角度 就好像我們站著的時候 也會說 那你最好就是脊椎是呈現 對 比較直的一個狀態 那在軟硬度上面呢 因為如果太軟的話 其實它支撐力本身就不好了 對 那太硬的話 你可能躺久了 也會覺得很痠痛 對 所以說 那像 那像有些朋友 他說側睡的時候 他如果說太低的話 一整個晚上睡下來 你可能這一側 它會過度的拉長 對 那這樣 就就落枕了 像剛才講的 對 所以太低的枕頭 可能也比較不適合 側睡的朋友 有些人是根本睡覺的時候 會抱一個東西 順便就電著頭 對 有些人這樣感覺比較安全感 所以枕頭真的很難選 大家都在尋找自己 最適合的愛人 我們今天節目當中 特別請到對枕頭 很有研究的張寧老師 跟我們來聊一下 到底怎麼樣才能挑到 一個好的枕頭 一般的 挑枕頭的方式的話 我認為是 以人體的姿勢來做挑選 那你可能 有可能是後傾型的 或是翹臀型的 也有可能駝背型的 所以其實人 有很多種體型對不對 最右邊這正常型的 偉珍我看我們應該是很少吧 每個人都厚... 因為這個站姿的問題 對 很難去知道自己是哪一型的 妳猜妳自己是什麼型的 我覺得猜不出 有沒有一個枕頭 就是適合我們每個人 有沒有那種可能性 因為我覺得我... 而且也許我今天是翹臀型 我過了一個月 我就偏縮火型 因為女生的身形是很難講 不可能一直都是維持同一種型 我有可能是駝背加蘋果 就肚子出來然後又駝背 感覺是中年男子比較會這樣 但是我覺得很多人是縮脖型 對不對 對 因為我們打電腦打... 每次都被同事說 妳的脖子已經... 而且後面會凸起來一塊 就是低頭足 對 所以就常常會變這樣 所以老師其實我們要針對 不同的體型去挑選枕頭嗎 一般的話是 會以不同的體型去挑選 但是我們現在有個新的 房間有個新的設計 它是可以針對妳脖子的長短 去做調整 所以就是跟這個引起講的 最好是萬用 對 因為我們都會變 然後大家的脖子也長短不一樣 所以可不可以配合一下我們 其實剛才老師也有提到材質 材質其實也滿重要的耶 對 那材質在區分裡面 因為我們像房間的話 都是惰性海綿比較多 那惰性海綿它遇到天人的時候 會變硬掉 它又會塑形 所以它常常會變成 你不正確的形狀去做 它一直維持在不好的地方 對 那一般泡棉 因為它不透氣密度又不夠 所以它會比較鬆散 那你躺上去的話 會沒有支撐性 這支菌加 本來就是這種的對不對 對 會不會 我也覺得越深越低 對 因為它其實整個那個 就會變形掉了 那這個 現在有個新的材料的話 它本身是比較有 它可以沉重 那只有可以沉重 它才可以施壓 那它放在冷空庫 它是不會硬掉的一個材料 那真的好端音 對 感覺它的密度好像也比較 它有到110 那一般泡棉能夠到70 它就遇到天冷 大概10度左右 6度左右 它就會很硬了 不過今天老師帶來這個 它的形狀還滿特別的 兩個圓圈圈 對啊 它的設計的原因是為什麼 它是一個滾動式設計 然後你的 當你的頭在正常的時候 它需要 因為頭是圓形的 所以它需要一個支撐 脖子的部分 那因為我們頸椎部分的話 它容易被壓迫到 這個設計裡面 它是把頸椎的壓迫是 不會壓到的 那由枕骨的部分去做一個支撐 然後平衡你的肩胛骨 那就不會因為你的 沒有支撐 而產生你的身體肌肉的壓力 就不會產生 可是像我看到這個枕頭 我會覺得說 那我脖子就要放在凹洞那個地方 萬一我睡覺的時候 滾來滾去怎麼辦 對 我先給你們看好了 它睡下去就會非常密 對 那你的脖子的長短的話 你可以自己調整 往上往下睡 對 或是往更上也是夠可以 那當你的脖子是傾斜的時候 它其實是會從側邊做撐托 跟平衡的 對 那你就不會壓迫到你的頸椎的部分 頸椎就永遠都會有施壓的作用 那也不會壓迫到耳朵 如果像我已經壓迫到的人 適合這樣 適合 因為它是U型設計 所以它會慢慢 漸進讓你回復到你原始的位置 而且維生腸 還有就有特別提到 枕頭 枕頭 最重要其實是脖子不是頭 所以頸椎的位置 其實就是要非常好把它拖住 對 要有一個良好的支撐性 可是我們現在這樣看 這畢竟是個假人頭 好像沒有很實際的感覺 會不會可以請我們來賓 實際上去躺躺看 它躺下來的感覺是怎樣 其實我滿想躺躺的感覺 好像好帥 就看 軟綿綿 輕飄飄 怎麼翻都領負擔 一較好眠的秘訣 下段節目告訴你 所以我們現在就跟妳一起躺下來看 躺躺看這個心形枕頭的感覺 你不要舒服到睡著 老師那我們解釋一下 所以它現在這個脖子 剛好是卡在中間 對 它的承托性就是 就會承托到我們的枕骨部分 然後它就不會壓迫到脖子 但是脖子還是有支撐存在 可是它這樣如果譬如說 殷琦妳側躺翻過去 它這個脖子的位置也不會跑掉 不會 它側躺的時候也是 讓妳的臉有撐托住 然後脖子是不會被壓到的 我覺得好像在雲裡面 可是又有雲可以支撐我喔 感覺好像軟綿綿清飄飄的 對 能夠承重它才能夠釋壓 所以它是可以承重的 所以它是跟它的材質的關係 所以它可以承重 材質跟形素 那它形素是用U型結構去做形素的話 它就有點鐘擺的原理 所以當妳的平衡 支去平衡的時候 它會讓妳慢慢的調整 會有原來的位置 對 它現在脖子跟中間這一塊 剛好就貼在一起了 對 就承托住了 我好像滿需要嗎 而且我很擔心我都會忙去敗家 妳要不要已經 我不願意下去 妳要不要很舒適 妳要不要很舒適 那真的很舒適 是不是很舒適 真的耶 它完全不用再墊個小毛巾 要跟我們談一下 老師 我是受傷的人 妳輕一點 妳好 不好意思 那個 真的 我平常這邊會懸空 妳看我還要墊一條小毛巾喔 這邊我現在手指頭都還插不太進去 對 所以它是因為它的頭的位置 剛好也接住了那個位置 我試一下 因為我們脖子事實上 它是斜坡式的 那妳利用那個 我們的斜方肌的一個角度 來做一個承托 所以它就會釋放到頸椎的部分 可是剛才張老師 跟我們提到每個人的體型都不一樣 所以我們這個不同體型的人 用這個同一個枕頭是OK的 對 像它跟殷琦跟 之君 它其實它們兩個體型是剛好相反的 可是它們睡起來都並沒有說不舒適 它們是怎樣的體型喔 它的體型的話 它是因為它是聳肩形的 可是它脖子是往後的 所以它的氣管是會壓破到的 所以睡眠的時候會容易那個 驚醒 它不好睡 有嗎 我就覺得睡很久也是精神也沒有 就是不怕沉睡 就是缺氧的部分 因為壓破到氣管會缺氧 那它就是壓到神經的部分 所以它是頸椎的部分是往前的 然後你是頸椎是往後的 所以你的氣管沒有支撐 但是不管它們是哪一種體型 睡這個感覺都很舒服吧 子君 很舒服 而且我又不能找那種 雖然可以支撐 但不能找那種 把我頸椎頂得很死那種 頂得很死我反而會壓到更不舒服 可是我覺得它這個沒有壓到 然後又剛好支撐住 那體系不一樣 其實側躺也都可以改變 因為它是用U型 你可以側躺看看 有 我剛剛側躺過 它不會 有時候側躺會掉下去有沒有 會陷下去這個感覺 我覺得有時候側躺的時候 有些枕頭你還要出力 你還才可以就是撐住還怎麼樣 它就不會壓到手 我可不可以繼續躺 不是 不想要起來 針對於這樣子的一個枕頭的設計 如果站在你們身上 會覺得這個彈性是很重要的嗎 是 而且其實像剛剛殷琦跟滋菌都有提到 就是他們躺在上面 是不需要出任何多餘的力氣 那就是一方面是因為支撐性夠 再來是因為它的材質 是屬於比較軟硬適中 所以說不會對於我們的身體 造成過多的回彈啦 或是過多的下陷 這樣子你的肌肉 其實就要用額外的力氣 對 去支撐住 所以這個真的很 這是我睡過啊 放過這麼多枕頭啊 我覺得最讓我沉迷的一個 好可愛喔 好想帶回家 所以一個好的枕頭 真的是可以 讓我們的睡眠品質可以加分 真的 而且如果等到你受傷 才來選正確的枕頭的時候 你要別人家 花更多的時間去調整 不如在沒受傷之前 覺得累之前 就找對枕頭 對啊 我太晚認識這個枕頭 好氣 尤其是像資訊你有受傷的 可能這個更需要支撐力 對 而且又不能 我剛剛講過不能支撐得太硬 它一樣會擠壓我的那個脊椎 刺中很重要 對 好 所以我們來總結一下 這個枕頭 到底它的重要性是什麼 對 我們剛才這個食堂過後 兩位應該都覺得 這枕頭非常舒服 對 沒錯 其實枕頭對睡眠來說 真的還滿重要的對不對 引起其實自己在這樣 飛來飛去的過程當中 常常覺得睡眠 是一個很大的困擾 因為我現在終於在家 找到依靠了 沒有 這問題是我們現在 也有很大的困擾 就是因為我們常常出差 那有時候飛國外 或到中央的部 反正就待個就是三天兩夜 可是那兩個夜晚就會很難睡 因為有時候我就會 因為每個飯店的枕頭 它就是大規格不一樣 然後有些就是我如果睡一個 太低 然後如果再好再多加一個 因為太高 然後有的時候 我一整個晚上都沒有睡 然後就會影響我隔天的工作 的精神狀況 所以我就覺得很麻煩 所以我就不曉得怎麼辦 就是我應該要選擇我睡低一點呢 會對我的脊椎比較好呢 還是我應該要睡高一點算了放兩個 因為反正都是睡不好 但就是比較輕微的傷害 我應該要怎麼辦 選低一點還是高一點 因為一般飯店的枕頭 都會是這一個 這一個形狀的 那我們建議是說 你的利用支撐的部分 所以把它往下壓 你以後立著睡 是立著睡嗎 因為它是軟的 你立的時候它剛好 它可以幫你做一個支撐 就有點像吊橋的原理 那你頭就可以支撐在身上 老師一直都不著這樣 結果好多年 分波睡不好的日子耶 老師 那像我有個問題喔 我最喜歡睡的就是 像類似這種羽籠的啊 可是如果有的那種羽籠動物毛 比較差一點 或是睡久的潮濕 那我有過敏性鼻 就很容易一直打噴嚏 過敏很嚴重 所以我要怎麼樣去選擇材質 房間的話有很多密度 只要你密度越寬鬆的話 就是你的藏汙納垢 如果塵蠻的存在就會更比較 能夠多一點 多一點比較高 但是如果你的密度是很扎實的話 事實上它沒有機會 可以存在裡面 所以它就可以防止你的塵蠻了 這什麼材質啊 它是原來是一個敷料用的 傷口敷料用的一個衣材 它本身就是一個防蠻良性的枕頭 所以其實像我們一般人都會選 對不對蠶絲的 覺得羽絨的這些比較天然 可是其實那個裡面的問題還是蠻多的 對 所以就是枕頭真的對睡眠來說 是蠻大的影響 你沒有碰過說就是 因為真的是睡眠 沒有睡好 結果它造成了其他身體上的一些狀況 有啊 因為其實我覺得現在人 就是一方面 平常活動時間比較少 一整天其實也都是常常坐著 或者是說就是 維持固定的姿勢太久 那再加上如果躺在枕頭上睡覺的時候 它又不能給你一個很好的支撐 或很放鬆的感覺的話 其實很多人一覺醒來都會覺得說 我怎麼好像還是很累 就是沒有睡的感覺 越睡越累 對 那甚至有些人會覺得 會因為頭部整個筋膜很緊啊 長期這樣下來 會有造成一些頭痛 甚至是覺得 就是肌肉非常的緊繃 痠痛的一個情況 所以我覺得很多導演應該要看這個單元 因為他們常常罵演員說 昨天明明那麼早收工 你為什麼又沒睡飽 那你就是因為常常 我們都住不同飯店 那就是真的睡不好嘛 你閉上眼睛 你時間那麼長 可是你根本就沒睡著 無法沉睡 對 在外面都已經沒有辦法挑枕頭 就變成自己家裡面的枕頭 選擇就會非常重要 你出國或出門走 不可能一直拎著 自己最愛的枕頭出國 因為會超重 而且空間不夠帶 其實剛才維持人有特別提到 睡眠會影響到突然上班族之外 其實老人家 我覺得老人家很多人沒有睡好 都會一直有失眠的問題 對 而且老人家只要一睡不好 那什麼毛病都上來了對不對 如果說老人家睡眠 是不是更加重要 對 因為其實老人家 一般來說 就相較於年輕人來說 可能會比較淺眠一點點 對 可能睡到凌晨 然後睡不久 然後又醒來了 對 所以說在枕頭挑選上 我知道有一些老人家 比較喜歡睡那種很硬很硬的枕頭 綠豆枕 對 或者很高很高的枕頭 那種疼邊的那種 可是那其實反而更沒有彈性 對 而且其實有時候 我們的枕在上面 如果說它接觸到骨凸的那個部分的話 還有像頸椎那個骨凸的部分的話 其實是會非常 而且老人家有些又比較瘦 那個就是脂肪啊 皮膚也都比較薄了 所以說其實過多的壓力 會對他們的頸部頭部都造成不舒服 對 所以其實如果老人家 不敢開 我們也要那個睡這樣 我們要幫他買好一點的枕頭對不對 所以要真的選擇比較新的 有新的東西 有好的東西 我們就希望可以 我們來幫老人家買嘛 我們讓他們睡得好 其實還滿重要 但是也算是子女的孝心 像這個設計上還有材質上 其實都算是一個滿新的設計 當初這個設計 是依照病人去做設計的 所以 對 病人的支撐 它是比較弱的 尤其是中風的 或者是脊髓損傷的 那它本身沒有辦法 自己翻身 然後又沒有承托性的話 它常常會被壓迫得很 長入瘡之類的 所以這個是為了病人的支撐 而設計的一個枕頭 那我有個小小的疑問 這個枕頭有分就大小嗎 因為我想說這個 還滿適合小Baby的 因為我們現在很多媽媽 都會擔心小Baby的臉有沒有症 然後如果睡太硬 有時候臉會歪什麼的 妳覺得它可以卡在中間 對啊 我想說父母都很擔心 嬰兒的臉型 頭型什麼 都會在那邊講這個 不過這個高度可能對Baby來說 真的太高了 所以我才問說有沒有用給Baby 曾經有八個月帶著小孩子 自己滾上去去睡這樣 好可愛 她覺得很舒服 舒服吧 所以選擇一個好的枕頭 可以讓我們有好的睡眠 有好的睡眠 才能有好的身體 今天我們非常謝謝來賓的分享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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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